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6月30日 星期四 這個千年大計 竟然一朝難尾 今天是中國河北保定市的 鴻岸新區 這個 被譽為是接下來 作為中國的新首都 鴻岸新區 2020年12月落成的 當時是習近平親自推動的千年大計 打算 要將整個北京政府大部分搬過去鴻岸 而且這裏是說明不可以炒樓的 鴻岸新區 最近發生了 一個十分之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就是 現在鴻岸的高鐵站 已經落成了 但是每天 只有一班車是去鴻岸的 整個地方 荒廢了 大陸的自媒體 海駐研究院報導 鴻岸高鐵站近期 每天只有一趟 回到北京西站的列車 受到驚企兩地疫情的 防空 以及 鴻岸新區發展的影響 不過目前 這篇文章原來已經刪除了 中共網館對這條敏感消息似乎特別安排 另外Twitter的帳號華語財經也發文引述 內容說這個客流慘淡 千年大計的鴻岸站 是巨無霸的高鐵站 相當於6個北京站 但是現在 只是每天開一班車 大家想一下怎麼計算 整個鴻岸的高鐵站 總建築面積 是47.5200平方米 即是接近 490多 接近500萬呎 差不多500萬呎 足足有66個足球場 這個 這個站的總規模 是有13個月台 23條線 如果一條高鐵線開通之後那麼小客的話 當然 會是一種很嚴重的資金浪費 以及資源初配 其實香港高鐵也是 香港高鐵成千億 竟然 是很短很短的 二十幾公里 福田來 其實我們真的踏過 真的很快很快 快得很厲害 貴一點也值得了 幾十分鐘 好像不用半小時就來到 很快的 從深圳來到尖沙咀 如果 真的可以 運用得宜 其實真的很快 問題 現在中國跟香港的關係 究竟有沒有 能不能讓大陸客進來呢 如果沒有大陸客進來 不讓大陸客進來 這個高鐵不是玩軟嗎 大家會不會再問一下當年要人建高鐵的人 你想一下現在怎麼辦 好了 網上的媒體找了一個上網訂票的截圖 就說 紅安站最近每天只保留一趟往返北京西站的列車 慘淡經營 甚至乎 基本上好像荒廢了 大家想一下 那麼大規模的面積 竟然只有一班車 完完全全都沒有人來 習近平當時 跨下海口 曾經在五年前就說 要用30萬億人民幣打造一座未來之城 2020年底 這個紅安的高鐵站啟用 中國 官方媒體還以中國高鐵 新明片來形成新卡片 即是取代了香港的港深港高鐵 這個才是卡片 很多網友都議論紛紛 一千年之後 考古學家可以來這裡考古 千年大計 不到一千年就不要蓋觀定論 當然啦 又養肥了一班搞工程的人 千年大計 蠢人獨裁 我們 要分析一下 其實習近平搞紅安新區 有他的必要性 因為 北京 受著沙塵暴的影響 正常來說 找一個 賠刀 或者是千刀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 習近平這個千刀舉動 好像就是受到 全中國政府的抵制 北京很多 官員 很多 地方的官員 或者部門的官員 是不肯搬去 因為不肯搬去的原因 當然是離開了北京 離開了首都 地區 當然也是 完完全全代表習近平 他的命令 是沒有辦法有人執行 既然下面 每一個部位都針對 都跟習近平相反調 我當然不離開北京 要離開你 要離開你 要離開吧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洪安新區 當時 其實已經15年已經討論了 15年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這個會議上 經 Je 資討論大陸 經 Andreas 經rão大陸 經 garder if 他 �つ受人 真正在 經歷 Schul Group來了 經操委席 經ρεί時 經 중국英綸結社会 經津發展 因為 最大的城市 就未必是適宜做首都 例如 美國的最大城市不是華盛頓 但是華盛頓DC 華盛頓特區 就成為首都 美國首都不是紐約 正如加拿大首都不是溫哥華 不是多倫多一樣 澳洲也不是色尼 不是Melbourne 澳洲的首都 是坎培拉 而加拿大的首都 是厄泰華 因為這些 不是一個最大的城市 但是 其實首都不是那麼旺的 美國是一樣的 美國就在華盛頓 你如果再問 很多地方的首都 其實也不是第一大城市 例如巴西 其實巴西 巴西的第一大城市 里約以內奴就不是首都了 一早就搬去巴西尼亞 是新興的地方 新德里也一樣 本身是德里就在旁邊起了一個新德里 其實我覺得 不是完全沒有用的 不過習近平 這個洪安身區搞到難尾 肯定是受到黨裏面的人抵制 包括 想他們搬過去的 全部都不肯 歷史上很多 皇帝提出要千刀 大臣也反對 因為 這個利益關係實在太大了 你想想 本身在北京區 就是因為你有一大群官在這裡工作 一大群官在附近居住 北京地價值錢 大家在附近買了樓 整個政府都搬走了 地價是不是倒下 一分鐘跌價 所以 很多做生意的人 很多高官 收開黑錢的高官 他們是不捨得離開北京 離開了北京 意味著 他們的樓價大跌 當然不單止這個 除了這個 不方便 新區 什麼都要適應過 可能很多人 是覺得 不適應的 這個也是個人問題 政治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習近平 不止不動人 你想想 2015年拍板 到了2020年高鐵落成 什麼配套都有 為什麼 那些部位各個官員 各個不同政府部門不肯搬過去呢 英國也是 英國也是周圍搬的 英國 他們有不同的部門 例如Home Office搬到蓋登 有些 好像是稅務局搬到利物浦 有些人搬到萬城 也有些人搬到百明海 其實每個部門和部門搬到別處 是有好處的 例如 以前有人提出過 把香港政府總部搬到天水位 這樣就可以刺激到西北的樓價 也 不會令到中環港島的樓價那麼貴 當然 如果要 要去的就應該去一些比較格涉的地方 造旺那區 令到那區 一來地價上升 二來大黃化 不要遮蓋在中環 所有東西都遮蓋在中環 北京也是一樣 北京搞到要有六環 七環 原因就是地方不夠用 如果 很多的政府部門搬走 當然 會觸動到很多既得利益 但是 如果長遠來說 未必是壞事 不過 現在很明顯 人們就在針對習近平 其實習近平當時提出來 人家不肯 尤其是 其他的常委 好像也有微意 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 其他的國務院 其他的部委 法國委 甚至乎公安 都未必喜歡這些地方 新區 沒有游泳的 有沒有什麼犯法 有沒有什麼 酒樓 卡拉OK 夜總會 之而此 肯定沒有 所以 當然要留在北京 北京有 這個問題就是大了 所以這次紅安審去難尾 其實也反映到習近平 真的不是完完全全說了事 只是一個 千刀你也搞不定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他們寧願 花多點錢 去淨發北京空氣 搞綠色 環保 不讓附近的地方開煤 燒煤 不讓工廠開工 令到北京有藍天 這件事 真的是他們 很拼命 為了抵制習近平 所以 從這件事 從洪安新區 也看到習近平 一直以來他的權勢 不是最頂峰 甚至乎 已經由頂峰滑落 這支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拜拜